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 出版机记得第20章13节 请 不可杀人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王伦传道 好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看这个经文是四个字 但是实际上 更准确的翻译 应该是五个字 要加一个字 要看英语的话 他会加一个字 你不可杀人 因为原文就是败的那个秘义 是不是味道有点不一样 不可杀人和你不可杀人 感觉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可杀人就觉得蛮抽象的 离我们很远的一件事 一下子变成你不可杀人 就是这个戒命 一下子就变得离我们非常近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 也就是说不可杀人 这个第六戒命 它又是一个很远的戒命 又是一个很近的戒命 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都没关系 我们在座杀过人的情绪上 准备要杀人的情绪上 觉得自己没把握可以一辈子不杀人的情绪上 居然没人取笑 我们会觉得这个戒命离我很远 我什么事都做 偷窝 拐骗 我什么都做 但有一个事我不做什么 我不知道 好多人 好多罪犯 都这么说自己 也就是说 这个戒命 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 但实际上 神为什么 十戒 有几条 总共就十条 神用他的手写在两块石板上 那么宝贵 如果和我们普通人关系不是那么深的话 我想神用不着费这么大的 这么周章 把他加在十戒 这个戒命好像离我们很远 但实际上离我们非常的近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条有过生命的戒命 我们谁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的不会在这里 不可杀人 这条戒命是一条神赐给我们 有关我们生命的戒命 这条戒命当中 神告诉我们 我们作为人 我们为宝为主 他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他看人非常的宝贵 他看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 他这条戒命告诉我们 同样这条戒命 他告诉我们 神看人生命宝贵 我们要不要珍视 珍爱生命 我们要珍爱生命 同样这条戒命也告诉我们 为何要舍弃舍命 听着矛盾 即使不矛盾 我们就拿主的话 今天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跟大家分享 主的话 首先 生命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我们这里谁不怕死 生命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世界 我们越来越发现有一种 势力有一种感觉 在把人的生命变得越来越轻忽 轻忽到什么程度 我们住在日本 刚来日本的人都会觉得 日本是很重视安全的国家 电车有一点事 不管多大多小的事 哎呀就给你停着 不管 你管你一夜回 回得去家 回不去家 他不管 只要有一点事 他就停家 说为什么 那么安全的原因 高速公路也是 稍微有一点问题 晃那么两下 啪 他就给你疯了 问什么原因 安全的人 好像第一印象 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视生命的国家 但是待了时间长了 又会发现 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矛盾 为什么 这是一个真实生命的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 自杀率非常的高 高了什么程度 最近有所下降 前几年的时候 一年大约有一万多人自杀 一万多人自杀 什么概念 听着挺抽象的 一万人一年 一天多少人 三百来人吧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 一小时多少人 十二三个人吧 十二一小时 十二三个人 什么意思 五分钟一个人 我们今天早 今天赞美 到现在用了多少分钟 二十分钟 几个人 四个人 四个人 听得很远 实际上很近 我们坐电车的时候 动不动就人身事故了 一提到人身事故 大致知道怎么回事 东京一天有两个人会跳 跳过来 就是这么简单 一方面我们看着 觉得好像很重视生命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很多人不断地自己 夺取自己的生命 我们又看到 我们在日本公司 工作过来挺几少 比我想象的要少 我们又看到很多公司 他对员工的健康 包括生理健康 也包括心理健康 是一种很轻忽的态度 我工作过 其实就做不了 两种工作 一种是在大学工作 是最长的 一种是在公司工作 我工作过两年半的时间 我工作两年半的时间 每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又高兴又痛苦 高兴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三月份 一个月我拿加班费 能拿到七十多月 这是我高兴的事 我痛苦的事 你们可以想象了吧 我们三月份 经常会有七八天 会彻夜 彻夜什么意思 以前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 也彻夜过 彻夜到早上八点了 然后教授就说 往上你回去睡觉去吧 我就回去睡觉 日本车业呢 早上八点了 你把卡再打一下干嘛 继续干嘛 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那个样子 我们原来是做交通的嘛 天天都是搞那种交通安全的那些事情 我们做的好像都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 我们的一个组 九个人 都是男生 那个时候没有超过四十岁的 那九个男生当中 我在那两年多 就有两个住过医院 有一个开始去的时候 比我的状多了 我走的时候 他走路都整得这么整 这是啥 一个人的健康 换句话说 这就是一个生命在被催促 这里又出来一个 他们这些不信主的人 他们在这么对待自己员工的时候 是不是在犯罪 犯的哪个罪 日本有一堆劳动法 我们公司好像也被人告过 日本有一堆劳动法 这是肯定违法 但是一条条法律归根解体 他违法的是哪个法律 是神的法 是神的十戒 是第几戒 第六戒 大家记这件 不要记四个字 记几个字 五个字 你不可杀 你不可杀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杀人 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 大家知道吗 我们是谁创造的 我们是神创造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用的材料 跟现在很贵的一种东西叫CPU 是一个材料 CPU是什么材料 硅 硅是从哪来的 从土里来的 人的材料是什么 土 我们用的材料很普通是什么 土 人是用土做的 猪是用啥做的 土 我们在材料上跟动物完全一样 我们跟动物哪有区别 我们连白一点 还是我们毛少一点 都不是 我们跟动物最核心的区别 我们小时候上政治课说是 人是会劳动 好像动物都是天上钓吃的 核心的区别是 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 有神的样子 所以说神看我们什么 为宝为尊 他看我们像啥呀 虽然我们是个沙子 他看我们像个什么 像个CPU是吧 看我们像个宝贝 因为我们是有他的样式 有他的形象 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 我们是他的儿子 他爱我们 他看我们为宝为尊 又有他爱我们 这是我们不可以杀人最根本的原因 十节当中的第六节 神说了 你不可杀人 在那之前 创世纪第九章六到七节 创世纪第九章是神跟诺亚立约的经文 神创造了世界 神也创造了人 然后人就犯罪了 而且人犯罪越来越过分 过分到神的一个程度 神要毁灭这个世界 但是他减省了诺亚的一家 他要把他们存留下来 存留下来之后 神要跟诺亚立约 主要我以后再也不用水来毁灭世界 然后在跟诺亚立约的时候 第一次表明了 我们不可以杀人的这个 他没有直接说 但是他表明了这个意思 就是在那个 创世纪九章的六到七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 神说着 凡留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留 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 在地上昌盛繁茂 什么意思 你这有没有说不可以杀人 有说吗 没有直接说 但是是什么意思 你们不可以杀人 如果你杀人了怎么办 你要被杀 你要为自己的生命的代价 去还你夺去别人生命的代价 这是很清楚的表明了神 第六节命在这里就表明了 你们不可以杀人 说句题外话 当初那个英国人去印度 印度人有了什么习惯呢 烧寡妇 啥意思呢 老公死了 村民就把寡妇一起就烧了 印度的一些地方有这么一个规定 然后英国人来个怎么说呢 他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烧寡妇 他说的是 你们有你们的规定 人葬死了 要把寡妇烧了 好 你们按照你们的规定之行 我们英国人有英国人的规定 现在我们说了算 你们要把寡妇烧了的话 按照英国人规定 我们要把你绞死 他没说你不要杀宝妇 结果有人会杀宝妇 不干了 神的在跟洛亚立约的时候 就是这个意思 他没有直接说你不可杀人 但是他说的是啥 你要杀人 你就被杀 这就是不可杀人 你不可杀人的诫命 而且神给出了不可杀人的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人有神的形象 因为人有神的样子 所以神看我们是为宝为尊的 我们自己看我们的生命 重要不重要 是不要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恐怕不会杀人 假设 但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可能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生命当中 都可能会有一个决断 我们想我不如咋办 我不如死了 有没有过这种想法 哪怕是一瞬间 会从我们脑子当中飘过去 弟兄姐妹 不可杀人 我们自己是不是人 我们自己也是人 我们可不可以杀自己 不可以 中国文化也有 日本文化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比中国文化还甚 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 在东方 就是中国日本的文化里 都有隐藏的一种 好像杀 自杀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前两天去那个什么 后乐园去玩了一圈 后来想到 原来有个什么电影 叫什么后乐园 里面后面的人就是什么 自杀了 尤其到现在这个季节 多少天没看过太阳了 怕那雨下的 日本各地都是绿 各的各样的绿 有浅的 有深的 有中不溜的绿 总之都是绿 又雨不停的下的人 心里好抑郁 然后觉得好像 我自己把我自己 就这么送出去了 跳着铁轨 跳着山崖 觉得好像很唯美似的 那个樱花 一落好多人 我也要像樱花一样落下去 对不起 这是在犯罪 我们不可以杀人 我们也不可以杀自己 绝对不要有这种想法 哪怕这个世界看得太不可思议 但是神看我们是唯宝 神看我们是唯真的 祂是爱狼 圣经中只有五个人自杀 都不是好人 扫罗自杀了 扫罗给他拿拿盾牌的自杀了 以色列北国有一个篡位的王 当我们不知道几天 然后烧毁王姑娘 他自己的麻 自杀了 还有一个自杀是大卫的一个谋士 后来反叛改革压沙龙 然后压沙龙不听他的 神破坏他的计划 压沙龙不听他的 他怎么办 他回家了 他怎么办 自杀了 前面四个都不是特别有名 最后一个自杀的 很有名是 有大 他怎么办 上吊了 我在这里 我不是说想去论断那些曾经有过这种想法的弟兄姐妹 我自己 我们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是任何时候 觉得生活再悲惨的时候 要记住 神看我们是他的宝贝 神看我们是他的形象 是他的样式 他看我们为宝为尊 他是爱我们的 这是神眼中的我 绝对不要有这种轻生的想法 如果有这种想法 立刻和我们的弟兄姐妹 跟牧者去分享 因为教会当中有这种想法的其实不少 好 这是第一项 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眼中是宝贵的 实际上我们是天之骄子啊 我们是神的儿子啊 我们是有神的形象 有神的样式 所以我们要尊重人的生命 所以神给我们建议你不可杀人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呢 我们要珍爱生命是要珍爱自己 也要珍爱别人的生命 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表现出来 我刚才跟大家提到过 健康是什么 健康就是生命的 一个公司 这种成熟的经济制度 成熟的企业 这个公司老板会不会去杀人 厂里上是不会的啊 有时候增加产 这就少了 厂里上是不会的 很少有人会走出这一步去杀人 但是我们所有工作过人都会遇到过 甚至不用工作 你在学习的时候 一样会遇到过 你的上司把你逼到那种生不如死的地步 你的工作 你的学业 在摧残你自己的健康 有没有遇到过 有没有遇到过 太多了 我刚才举过我自己的例子 我是公司工作的时候 真是一个月七天不睡觉 我是我们这种外国人 最健康的一个 最狠的一个人 三月份有22天彻影 他也创了我们公司的记录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那种上司对员工那种语言的暴力的逼迫 有没有 我自己读书的时候 让我们教授逼得我 两天两夜没睡觉 我们有没有遇到过 然后呢 这是工作 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在摧残我们的健康 饮食呢 饮食呢 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主来的时候 主在地上的时候 别人都说他你又吃又喝 说明他也吃好吃的 他也喝什么 也喝酒 酒本身不是罪 也就是说 主在地上也有吃有喝 我们日用的饮食 这也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表现 他应许要赐给我们 我们可以向他求 但是我们有没有滥用神赐给我们的这些好处 来毁害自己的身体 有啊 有啊 我们在日本还好 在江州读三年书 哎呀 那见的太多了 回日本觉得大家好受啊 就是在那里浪费神的那个什么 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昨天晚上看电视 还看到可乐的广告 他请谁做的 那个踢足球的那个 Honda 对不对 可乐的做广告都是请这样的 为什么呢 他想表现自己的这个饮料是健康的 自己这个饮料是运动的 自己这个饮料喝了以后就像Honda一样 实际呢 中国网上管那个什么可乐 有一个别名叫做快乐肥宅水 喝着呢 很快乐 然后你会越来越什么 肥 然后呢 宅在家里 又看你确认里面 好像没人在喝可乐 喝点没关系啊 我没人认识你 我举个比方 我们在饮食的时候 有没有滥用在祸害自己的身体 工作 饮食 甚至娱乐的时候 那个什么 以前是 休息 消除疲劳 恢复体力 现在呢 消除体力 恢复疲劳 我们在有娱乐的时候 有没有在摧残自己的健康 这些其实都是要问自己 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啥 必不可杀人 我们在毁自己的健康的时候 我们在干嘛 杀人不见得一刀捅进去呢 最惨的杀人叫什么 有没有 慢刀 顿刀 慢割 是不是 我们在摧残自己的健康 我们就是在杀人 我们在摧残 病情姐妹的健康 我们是公司的老板 我们有没有在摧残 员工的健康 我们自己是做上司的 有没有在摧残部下的健康 有没有在摧残我们客户的健康 我们走在马路上 我们开车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车是个凶器 我自己在被护照之前 有个很大的毛病 开快车 第一次在日本被罚了一万五 第二次罚三万五 幸好隔了不到半年 我就护照 我就走 要不这样 差不多要被罚没了 我开快车的时候 是不是在轻忽自己的生命 也是在轻忽别人的生命 所以这些我们说起来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健康离我们远了 我们每一次吃 每一次喝 有没有按时睡觉 然后你还不按时睡觉的时候 你会不会影响那些老婆 我们有没有在影响别人的健康 这时候都是这个禁令 你不可杀人 都是一样 这是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有眼里的逼迫 甚至自己 主说得很清楚 我们恨人就是什么 杀人 我们一般觉得 我恨他 我是在杀他 实际上 你俩是叫同归一尽的 我们恨他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至于 也没有胆量 会直接把把刀进 杀他 我们恨他 我们的言行肯定会流露 我恨的人 我跟他说话 能说好听的话吗 不会的 我恨的人 我做事的时候 会不会给他偷偷下巴 很不可能啊 我在摧残他 然后我恨他的同时 我在干嘛 摧残我自己 所以说 不但在身体上要注意 心理上要注意 我们恨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杀人 我们杀对方 我们也在杀自己 而且我们的这个恨 必然会表现在行为上 表现在言语上 我觉得现在杀人 杀人最多的一个工具是啥啊 雅各书三章六节 说 舌头就是火 我们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最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 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 我们用舌头在干嘛 我们刚才这么多 可爱的地狱姐妹 在用自己的口 去赞美主 这是我们口的功用 但是我们经常是 刚刚赞美完主 接着呢 地狱的火 就开始从这里烧出来了 我们会论断人 我们会在背后论断人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很可怕的事情 犹太人 有个规定 凭两三个人的见证 可以怎么做 可以把一个人 杀掉 但是犹太人有一个好处 被论断的人 一定要有一个机会 为自己辩护 这是犹太人的规矩 罗马人呢 一样 罗马人怎么说的 不论什么人 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峙 未得机会 分数他所告的事 就先定他的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这是杀人 放火 屠城 乱伦 什么坏事都干的 罗马人的条例 我们是谁 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在背后 论断某个弟兄姐妹 背后论断有个很大特点 首先背后论断至少两个人 两三个人就可以 拼口杀掉一个人了 还有呢 背后论断的时候 他有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背后论断 他可以为自己辩护吗 不可以 这是谁不能做的事 罗马人都不能做的事 外般人都不能做的事 然后尼克迪姆说的 不先听他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做的事 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这是法利赛人都不做的事 法利赛人 罗马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我们做基督徒的 是不是每天都在做这种事情 我们有没有在自己的舌头杀人 发出地狱的火 说的时候想一想 主跟我们说了什么话 你不可杀人 好 这是因为我们是神 按照他的形象 按照他的样式创造 所以神让我们珍视生命 珍视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珍视别人的生命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 再补生出来 还可以说一句是啥 因为这个戒令 我们也要舍弃生命 所有的律法都需要正面解释 你不可杀人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努力去保全生命 包括谁呢 自己 也包括谁呢 包括别人 这是神写在我们心板上的一个命令 实践 律法 都是写在所有人心板上的神的 建议 你要去保全别人的生命 而保全别人生命的时候 经常要付什么 要付代价 要付代价 圣经中有两个故事 是大家超级不喜欢 原来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就是说 她超级不喜欢这两个技术 一看了这个 我就觉得心里都很难受 为什么呢 跟大家讲一讲 第一次 第一次是啥事呢 索德马 谁去了索德马 天使去了 天使去了索德马以后 罗德把天使接到自己的家中 那个时候 那个地区 有一个习惯 不能让客人 住在广场上 为什么 广场上是什么地方 90年代的时候 中国所有的火车上 都很像一个圣经中 那个广场 为啥呢 很危险 那是坏人 流上的地方 如果不住在广场 住在让客人住在广场上 就等于把客人 是暴露在凶恶当中 所以外客来的时候 一定要把他接到自己家中 圣经经常写得很细的 要给他水干嘛 洗脚 要给他鱼啥 喂草 要给这个人吃饼 你要保护他的生命 保护到一个什么时候 索德马的那些恶人 来要抓这天使出去 为所欲为的时候 罗德说了什么句话 我有两个女孩 可以让他们出去 我要留客人 不要把客人带出去 有印象吗 有吧 这种事圣经中不止一次 还有一次是那个 四十纪 四十纪到结尾的时候 有个人他小老婆跑了 跑到有个大 他去找他小老婆回来 回来以后去了那个边亚里 那个城市 到那里居住的时候 有没有人接待他 没有人接待他 只有一个从以法连来寄居那个老爷子 要接待他 把他接到家中 给他水洗脚 给他驴胃炒 给他饼吃 晚上那些便衙米人来干嘛 跟索德马人做同样的事 要把他拉出去 唯瘩 然后那个以法连的老头说的 我有女儿 可以让他出去 我们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人是有女儿的 看到这句经文都会非常的不理解 会很生气 但是他其实要说的就是一个什么意思 对你你家客人 你有完全的责任要保全他的生命 保全到什么程度 你宁愿舍弃自己孩子的生命 你也要去保全你客人的生命 这是这两个故事背后的意思 我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可以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干嘛的 他来拯救我们 圣经中所有的拯救都是指拯救生命 你现在的替你还了 这不叫拯救生命 所有的拯救都是拯救生命 而所有拯救保全生命都是要付代价 最大的代价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从他来到世上就是付出他自己的生命 舍弃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 同样的这个机命 主耶稣基督遵守了 我们有没有要遵守 神拯救我们 不单单拯救我们而已 他要使用我们去拯救其他那些还活在罪中的人 我们都听说过大使命吧 大使命怎么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你给他们施洗 凡我教训你们都命令他们遵守等等 你们要去 去干嘛 使人成为基督的门徒 去干嘛 就是要去拯救人的生命 而去的这个过程是平安的吗 心里会平安 肉体呢 主自己说 我猜浅你们出去好像啥 好像把羊猜浅到狼群 他猜浅大使命 最先遵守的是他的使徒 教会历史上告诉我们了 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都是什么下场 都是殉道 他们为什么殉道 他们要遵守这个建议 你不可杀人 就是要让你去拯救生命 你救自己也救别人 而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是要先死的 是不是 牧家福音九章二三节到二四节 主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若有人要跟从我 这里谁不准备跟从 我们要不要跟从主 要不要跟从主 跟从主是什么代价 从此你要发展 病得一致 管你啥病得 一口气好 跟从主是什么代价 背起十字架跟他走 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跟主走 主自己给的解释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这就是他给我们的秘密 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语 这就是第六节例 你不可杀人 你不可杀人等于啥 你要拯救生命 我们要跟随主 我们要让我们的救我死掉 我们要跟随主 他要救人 他拯救我们 他也使用我们去拯救别人 不要把责任都推给神 谁救的 神救的 但是神是怎么救的 使用他的一个个门徒 做器 使用他的坏 这个责任就是给我们 要让我们去为了救人的性命 甚至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愿意舍弃自己生命的程度 这也是第六节例 你不可杀人 你要真实生命 你要对生命有负担 这个负担包括了 保护我们肉体的生命 自残 自杀 自虐 从来不是圣经的教导 神让我们以他为了 直到永远 这个责任 同样有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得救 我们的救我就必须死 我们的属灵生命得救的话 神也会用我们做器笔 去拯救别人 而为了去拯救别人 他自己付出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 他也愿意我们有同样的心智 就与新约都一样 罗德都做到了 罗德算不上太好的保养 他做到了 那个以法联的老头 圣经好像没告诉我们他的名字 以后就不出现了 这个人到了我家 我对他的生命有责任 这个人坐在我的旁边 我对他的生命有责任 这个人跟我认识了 我对他的生命有责任 这个人在火车上 飞机上坐在我旁边 我对他的生命有责任 有责任到什么程度 我愿意献出自己生命最大的代价 我也愿意去拯救他 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用 这就是第六戒命 甚至一些外邦人都做到了 这个世界甚至为别人舍己 不信主的人我们都见过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当然神不会把我们不可当的担子 嫁给我们 但是我们时刻要有这个觉悟 要有这个决心 为了拯救生命 甚至愿意舍弃生命 这同样是第六戒命的教导 好 第六戒命就告诉我们 我们有神的形象 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样式 所以神看人的生命宝贵 所以说耶和华看圣灵之死极为宝贵 每一次葬礼的时候 牧师都会说这句话 同样的话 类似的话也说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 你们转回吧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每一个不走主耶稣基督道的人 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是死 我们看到每一个人 我们不给他们传福音 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也是死 像每一个我们遇到的灵魂传福音 这是神的心意 这是神的心意 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责任 这是祂让我们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要做到的灵魂 所创造 主啊 主啊 你自己 为了拯救我们人的性命 付出了你爱子 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代价 主啊 你把这同样的使命 也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对生命有负担 让我们珍视每一条生命 包括我们自己的 也包括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 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 主啊 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和你同工 主啊 你的灵在我们心里 你会让我们有能力 去遵守你的尽力 以上的祈求祷告 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